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基层出身担任大队长的向勇才接任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布达典礼 期许新任局长带领消防同仁继续提升救灾能力 基辅人力一字第11202 14590号令 和派向勇才为基隆市消防局长此令 基隆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市迟于是以制成特征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忘费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淫私舞弊 不说说贿赂 如为誓言 愿受对严厉之处罚 谨示 新任局长向勇才正式宣示就职 台下官吏包括议长同志委副议长杨秀玉 是多位议员及各界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肯定申请退休前局长陈龙辉 对于基隆救灾救护的贡献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消防局前局长陈龙辉 陈局长在消防局长的任内 任劳任怨 专业又认真 从我立委时代 参任主命到现在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业务 帮忙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边跟他表示 最诚挚 最诚恳的感谢之意 现任局长向勇才 陈立任消防分队长 科长 大队长等重要职务 消防之力42年 对于火灾 风灾及各类灾害应变 都有相当的经验 向局长他是专业的 他是从基层40年来 都在消防局努力认真做事 也曾经跟在座的消防弟兄一样 冒过生命危险 去救火过 出任过这些紧急任务 一路从基层打拼出来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消防员首长 所以他今天来担任这个消防局的局长 是适财适所 那未来我也会赋予他重要的责任跟任务 就是要保护基隆市民 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灾情来时 民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 这个是作为一个消防局长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相信有过丰沛食物经验的向勇才 我相信他是可以升任这个任务的 另外我们消防局讲究连结透明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跟我们市府 所有的同仁继续共勉励 我想过去这几年都在陈局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消防局也不断的这个努努 进步跟努力 那也非常的辛苦 那照顾我们基隆市的家园 让我们有安居乐业的这个基隆的市民 那我想接任的这个向勇才局长 我们诚挚的祝福 希望这个向勇才局长 在我们这个陈局长的这个建立好的平台之下 继续努力 我相信向大的能力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祝福向局长 带领我们的消防局继续前进 保护我们的市民安居乐业 而针对消防人力不足 上有20多个缺额 金融市长谢国良允诺 将会逐年编列预算补足原额 消防相关资源的投入 那其实在还没有就任之前 向大队长就多次的跟我反应 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人力以及物力 投入在保护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这一点我也允诺未来 会加强预算的编列 给市民朋友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目前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编制人数是299 那目前我们只有272 所以相差的有27位同仁 那目前我们的谢市长 他在明年会给我们编5位 然后后年5位 在大后年115年有10位 那个市长他会在这个近期内 将我们的这些缺额来补足 增加我们的救灾人力 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 新人新气象谢国良 勤勉新任局长带领团队 继续提升消防救灾能力 来维护金融市民安全 记者黄宋明金融报道 新一届金融市议会将从5月8号到6月12号 举行第一次围棋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而为了要增进问证的效率 把行之多年市议员每人 执询6分钟缩短为3分钟 另外市政府各局处首长 到场业务报告时 将采取提交书面报告就好 现场是直接让议员来执询 新一届金融市议会先举行 预备会讨论确定议程 将从5月8号到6月12号之间 举行第一次围棋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外加一次临时会 而为了增进问证效率 经过市议员们热烈讨论后 也将把行之多年市议员每人 提问直询6分钟 缩短为3分钟 再直接请相关局处主管 直接答询问题 第二十届议会定期会 首次的这个预备会 那也是首次的定期会 那今天大家议员讨论的非常踊跃 大家都希望可以节省时间 然后让市府官员跟议员之间 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业务的寻答 所以今天首次 我们遵守大家的意见 大家希望议员的问问题的时间 从6分钟改成3分钟 我想我们就配合议员 大家所有的意见 让我们的官员 有更多的时间来回答 另外市政府各局处 首长到场进行业务报告时 将采取提交书面报告 让议员自己参阅就好 不再让首长口头报告业务 而是让市议员们 直接质询问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以往的这个定期会 我们局处长来 各处是会先做业务报告 那我们议员们也觉得说 这个先做业务报告的时间 大概会拖到20分钟到30分钟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直接寻答 然后业务报告的部分 就是让局处长们用书面的资料 放在议员的桌上 我想我们大部分议员也都同意 所以我们这一次做了两个事情的变更 一个就是直询的时间 6分钟变3分钟 第二个就是局处长到议会来以后 直接做备训 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次定期会的一个特殊的变更 那我想我们就先示范 如果大家议员有意见 我们下一次的会议再来调整 市议会也将安排利用 会期期间到基隆宇 以及和平岛阿拉宝湾 这两地进行考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进党4月12号召开中职会 正式提名赖清德代表 投入2024年的总统大选 对此多位民进党立法委员 纷纷表示肯定 对于赖清德副总统4月12号 或民进党正式提名代表参选 2024总统大选 日前已在基隆多处地方 悬挂大线合照看板立挺的 立法人蔡世英强调 赖清德在行政院长任内 支持基隆多项重大建设 狠获地方民众好评 他也会全力以赴 希望赖副总统能顺利接棒 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行 我们作为基隆的一个分子 大家都了解到 基隆国际对岸事件里面 改变了非常多的几个重要的案子 包括军港迁移案 包括高地空水案 这些都是赖副总统 在行政院长任内 努力的推动 让基隆的城市改造 一步一步的获得落实 那赖副总统他是北海岸的人 市应其实在基层 也听到许多人 部分党派都支持赖副总统 参选我们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市应在基隆的很多地方 已经挂起了我们努力 信赖台湾一起努力 那我就是期待赖副总统 2024能够顺利的接棒 为带领台湾继续往前走 立法院郭国文和许致杰也强调 会当赖清德的分身 协助赖清德赢得 2024总统大选 并达到国会过半的目标 事实上在赖副总统成为提名人之前 其实他相关的行程当中 就有显现出来选举的味道 不论到各个重大的公庙 或地方的组织 那以及同乡会等等 可以说赖副总统已经在备战的状况 我们期待赖副总统能够带领全党 赢得明年2024总统的大选的胜利 也能够让国会得以过半 我们高雄的名利代表 都会当赖清德副总统的分身 尤其高雄人对赖清德的印象都很好 我的第一波过年的看板 也获得很好的回响 配合党中央的提名 要换上第二波的看板 我们会全力充斥 让赖清德总统可以顺利当选 相信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获得正式提名后 赖清德也发表参选谈话 将率领民进党完成总统高票当选 国会单独过半的总目标 并实践民主团结 民主治理及民主和平的三大民主行动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民进党立委初选将进行电话全民调 参与民进党立委初选的郑文庭议员 特别选在上班人流众多的入口进行拜票 希望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 民进党立委初选近期将进行电话全民调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跟他的团队特别选在中正路 跟信义路口向民众拜票 律师和医师朋友也到场立挺 希望在上班的尖锋时刻让更多人看见他 非常感谢医师工会三位医师来陪我站路口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喜珠桥 这个地方包括中正区、信义区、仁爱区等等的民众 他们要通勤到台北上班或者是到其他各区上班 都一定会经过这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口 那也有很多客运都从这边来上高速公路 因此我们特别在这边跟民众来打招呼 寻求民众的一个支持 我看他照顾人民、照顾老百姓 很认真、很关心、很体贴、很用心 我看了好几次 我觉得我很感动 所以我今天才会站出来 丁医院在防疫期间对我们医师工会 贡献很多主委和支持 因为他就是在那时候 让我们好好对疫情的时间 保护我们的民众安全 度过这段最困难的三年 这么早就要去做是真正好 但是为了要支持我们本土的社会 要赞助我们这种年少的力量 比较艰苦我们也都要起来 尤其是丁医院在地 为民、国务的这种热情 是有口戒备 对医师工会支持 大家都浓浓耳落 据了解民进党立委初选 这一次采取电话全民调 将在近期举行 因此郑文庭议员也把握时间 向基隆市民争取更多认同 期盼在民调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你有听过抗利尿激素 分泌不当症候群吗 这是中老年人低血糖常见的原因 卫福部健康医院 肾脏科医师马后伟 就指出有一名阿伯 因为持续昏睡 觉不醒 被紧急送医就诊 发现有低血钠的情况 一块来关心 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症候群 SIADH 是中老年人不明原因 低血钠常见的原因 卫福部基隆医院肾脏科医师马后伟 举例指出 一名阿伯容易倦怠 没有什么胃口还一直干咳 更因为持续昏睡 觉不醒被紧急送医就诊 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低血钠的情况 判断可能是SIADH 再经过仔细检查才确定是罹患肺结核所引起 因此先采取限制饮水 利尿剂以及补充盐分的传统治疗法 我们就开始就是继续让它的钠维持住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治疗 像是我们会限制水分社区 然后会补充盐分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加上一些利尿剂的帮忙这样子 让它的血量比较稳定 那现在有一些特别的药物可以用 就是这个抗力尿急速 一个受体的一个解抗剂这样 因为它比较专一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抵抗这个抗力尿急速 分泌不当在伸张的这个作用这样 那辅助传统治疗这样子 不过因为SIADH通常是由特定疾病或药物引起 例如肺结核细菌性肺炎或是肺部肿瘤 脑出血等等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提醒民众 如果家中有中老年人出现和病例被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赶快送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 不要以为是SIADH低血纳 就轻易限制喝水 这很困难 就是说老人家没有力气 我们还是会看一些就是平常对他的照顾经验这样 那如果他确实就是这段时间吃不好喝不好这样 花人昏的这样 事实上给长者喝水 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啦 只是说他如果真的就是开始有一些 比如说意识改变 或者说怎么会很想吐啊 头很痛这些看起来很像神经学症状跑出来 那尽快就已才是上车这样子 我倒觉得不用说因为这样子 我们遇到类似状况老人家没有力 那我们不要给他喝水 这是不用的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提的确啦 很多全身无力的状况就是他可能就是吃不好喝不好 你让他吃喝事实上可能就真的会缓进这样子 因为这边你如果不是靠抽血来做 这边比较特殊一个案例的一个诊断 那就想说哇那马医师说要这个补盐 要陷水 很多大部分 大部分的疾病反而会恶化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罕见 那事实上在我们刚才这些复杂的这个图里面 流程图里面 其实SIDH只是占一个很小的部分 那么其他的一个低血纳症 更有它复杂的一个相关的背景 所以相关的一些老人家 我们这边会宣导说如果有一些异常 我们是希望说家属有空的时候 也许是夜间 我们提供夜间的门诊 礼拜六我们提供礼拜六的门诊 就可以到我们医院来 那来做一些 这很容易抽血 我们只要医师有想到 它是属于电解值方面的问题 那尤其这个低血纳症是会要人命的 那这方面我们来可以及早的一个 尝到相关的原因 来可以做一些矫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乖孙咧 要来这就好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QR扣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了 乖孙咧 上车带我去逗逗风 多元缴纳不敢管 一路顺畅安心 GO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阿辉啊 以前是怎样啊 阿就仁爱桥 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花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会更安全啦 各位视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秉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金部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统人机的张秉军 慈云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次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哦 阿乐国校欢庆百岁生日系列活动 结合在地的特色课程 以夜骏林为主题的孝使室 对外开放预约参访 欢迎孝友回娘家 我一进来孝使馆之后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巨大的金奖杯 然后一开始 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接着我去询问老师过后 才知道这是一位作词作曲家 他是歌手的最大荣耀 一个金曲奖 居然没想到他的得主 就是我们以前的伟大的大学长 叶骏林先生 不止金曲奖奖杯 还有大学长曾经用过的包包 椅子甚至是唱片机 都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这一个黑胶唱片 它不但是很古老的 而且经过维修之后 它还可以用 以夜骏林为主题展出的孝使室 结合在地特色课程 那看到这么多的古文物呢 其实从文物当中 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很多的怀旧 那怀旧里面有感恩 从它的一个文物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学习历程 有很多贵人的帮助 父母的养育 这些都是感恩的历程 那感恩当中呢 孩子们就学习到珍惜 在课程当中 我们让孩子 从这样的一个文物展 学习到是要懂得珍惜 对于孩子的在地课程的学习 是从这里能够领悟到 我们要懂得随时感恩 喜福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品格教育的典范学习 校方花心思举办系列特色活动 除了欢庆 纪念 还要展望未来 这100年呢 我们给学校制造一些惊喜 要让叶俊宁的故事 一直的传唱下去 他一生呢 创作八千多首 反映了在地的文化 也呈现出当时社会的摆态 所以即使在从这样的一个 叶俊宁的文物展里面 我们看到过去的很多的故事 还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校方也将校史室对外预约开放 采访当天碰上了参访民众 我说怎么办这个很好 把那个以前的人都可以找回来 再看看 学校会办的这个百年校庭 让我知道说 这学校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也希望学校以后 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100年 还有迎接下个新世纪 开启学校新篇章 巨匠足迹文物展 即日期展至5月31号为止 4月8号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有校庆音乐会 4月21号 有团圆餐会 5月4号 圣火传承 5月27号 校庆大会 与科科港圆游会 安乐国小百年系列校庆活动 欢迎校友们回娘家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事件的国中 从年初开始 就陆续进行公布栏的改造计划 换上大面积的黑板墙 校长邀请校友与老师们进行创作 完成后的大面墙壁作画 很受师生欢迎 以小王子为主题 进行大型黑板壁画创作 美术老师叶芳林将用心 您就可以看见更美好的事物表露无遗 让校园幻灯 那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就像小王子 其实就像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一样 可能就在寻找心目中的那朵玫瑰 可是当我现在进入到教师这个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像是这只狐狸 然后呢狐狸他教会了小王子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用心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有些事情是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只要你用心 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美丽的事物 学生们深受感动 不只培养美学素养 还唤醒追寻心中的玫瑰花 我们全都在探索世界 像小王子的小王子 但是在大学中 我们可以更加勇敢 去遇到所有挑战 学校在增设这些黑板墙之后 我觉得整个校园被增添了许多色彩 整体场景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素材 不只小王子 还有人气居高不下的知名动漫系列创作 赋予墙壁新生命 不只有单纯公布栏的功能 如今加入美学创作 让校园充满不一样的气息 因为每天早上找自己寻堂 发现学校的公布栏 因为基隆多雨潮湿 整个公布栏只都是皱褶的 就在想说我们是把公布栏 做一个形式的调整 我们就装了电视 让以后公布栏以图片方式 然后发现学生很喜欢画画 而且学校没有留言板 那我们就把学校的六个公布栏 改成黑板墙 我们称为幸福黑板墙 那我们就定期的更换 那这个灌篮高手事情 请我们二姓高中广设科 见得的校友来帮我们彩绘 那楼下的安妮也是 那我们预计在会考后 把这些墙面全部抹掉 再让每个班来做毕业的留言 那我们就让这个黑板 等于是有生命的 让学生在这种好的环境 能够快乐的学习 寒假期间 就读二姓高中广设科的毕业学长姐 回到母校创作 展现团队合作的精神 打造幸福墙 希望学弟妹们每天来上学 都能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我们也希望未来 我们见得毕业的这些孩子们 也可以多多的回到我们母校 然后为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好好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然后让学校变得更美丽 校长说黑板墙会持续下去 校园内也开始进行地级艺术创作 要让见得国中的学生 随时感受到满满的快乐与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中国限制台湾鱼产出口 一巍巍的不挖鱼 留在台湾市场 价格也因此下滑 让不少掏客抓紧时机 采买品尝鱼鲜 其中只有去一会大力行销鱼业干 通过专家的指导 简单做法大公开 将鱼皮的表面煎成金黄色 底下的鱼肉白白嫩嫩 油脂随着火候发出声响 撒上胡椒盐 挤上柠檬荆棘 居酒屋必点的一叶干 在家就能自己动手做 五仔鱼它很丰收 价钱又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一叶干 是更适合的 中国限制台湾的海产进口 正值产季的五仔鱼 转供台湾市场 家政老师亲自示范 剖开五仔鱼的背棋 再将鱼摊瓶 接着以一比十的比例 调配盐水 清洗干净之后 去除腥味 泡盐水冷藏一小时 再拿出厨房纸巾擦干 最后用所需的竹签撑开鱼身 拿出麻绳 缠绕两圈 打结绑起来 风干一碗 下锅干煎 或者烧烤都很好吃 以前去居酒屋 其实都会点一叶干 那五仔鱼一叶干 算是比较高价位的 三百五到四百都有 那自己在家做 就可以省很多钱 让小资组 其实也可以很好上手 这一支五仔鱼 要做一叶干的话 是用大概是三百到三百五十 公克的一叶干 是比较刚好做的 那我们在餐厅吃的话 它大概是要三百块左右 那我们这样子自己买回来 大概一百多块 那其实做得很简单 可以享受到 餐厅可以吃得到的一道美味 现在也是五仔鱼的盛产期 趁这个时候 我们再大力行销 让国人知道 这些五仔鱼的美味 而且这个五仔鱼要 要杀之前 一定要三天先检验 检验许可以后 我们再去抓鱼 然后用大概大桶装 让冰镇催眠的方式 然后送到处理厂去 一直一路上都保持这个温度 低温的温度 让鱼的新鲜度 真的是很好啊 现抓现处理冰镇处理 符合一切 HACP流程 山区的过程 都是相当的干净 安全符合卫生的 民众不用花大钱 就能吃到 做法很简单 在家里就能够轻易上手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